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参与今天的电视祷告会 这个礼拜的祷告会会很特别 因为5月19是全球祷告日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要为很多很多 比较全球性的 是全世界的基督徒 我们都一起关怀的一些主题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先一同来敬拜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他已摘毁中间各端的桥 主是平安 他已摘毁中间各端的桥 主是平安 他已摘毁中间各端的桥 他已摘毁中间各端的桥 因他困毁中间各端的桥 他已摘毁中间各端的桥 他已摘毁中间各桥 祝使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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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已摘毁中间隔断地墙 祝使平安 祝使平安 将有余设给他 将有余设给他 因他苦恋你 祝使平安 祝使平安 将有余设给他 因他苦恋你 祝使平安 祝使平安 将有余设给我们的主 来来 对 将有余设给他 因祂鼓念你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加油你写给我们的主 主是平安 加油你写给祂 因祂鼓念你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祿能将祢的忧郁写给我们的主 因为祂是平安的主 我们的神已经摔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再有任何的隔阂 没有什么可以拿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的主是平安 祂不念我们 因为祂不念你 永远没让我们再使用道 让神明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 哈利路亚 将由你写给祂 加油你写给祂 由你写给祂 因祂鼓念你 因祂鼓念你 祂不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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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基督 主啊 祂是赏赐平安的主 祂是平安王 主啊 当祢的儿女来到祢面前 主 当我们寻求祢的时候 神祢把一切的恐惧 主啊 把一切的不安从我们心中挪去 主 造成我们来到祢面前敬拜祢 主 祢再次用祢的平安厚厚交换在祢的儿女心中 主啊 让我们今日献给祢的时刻 主 我们就在当中享受那美好的平安 主 祢因着祢的平安引领我们一天的道路 不管我们在职场 在各样的侍奉当中 主啊 我们都领受了祢的平安 主 我们因着神祢的平安 我们可以快快乐乐 主啊 在我们侍奉当中 主啊 彰显出神祢的荣美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祢的平安 我们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唱这个诗歌真的就会很平安 弟兄姊妹 今天当我们一开始用这首诗歌 进入到我们的敬拜 你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平安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疑问 那两个小时以后呢 等一下我出去工作以后呢 那也许我打开电视 突然间又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新闻 因为这个世界 真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很多的灾难 其实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如果你上网搜寻一下 几乎每一天世界的某处 都在发生地震 只是有的时候规模比较大 大家会注意 有的时候规模比较小 那大家也可想而知 其实每一天世界各地 都在发生很多的抢案 抢劫 每一天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的家庭遭小偷 每一天当你醒过来以后 你知道都有一个团体 他比你还认真的工作 那叫做诈骗集团 这些人不断地用他们的创意 在思考 怎么出新的招 那些老招用尽了 我怎么用新的招 能够要到 那些本来不属于我的钱 你看到这个世界 怎么看都不像有平安 所以你不要以为 我今天门关起来 然后我电视打开 然后我都不要看别的台 我只看好消息 我只看Good TV 我就会有平安了 不是这样子 当我们刚才唱这首诗歌 说平安平安的时候 不是吹口哨壮胆 不是我们就自己唱这首歌 然后就眼睛闭起来 来大家现在发挥想象力 我们现在都是神保护的 我们现在都很平安 那这个有一点点 自欺欺人的嫌疑 这不是我们的信仰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的信仰是上帝怎么说的 我们要读几处经文 我们先读第一段 在耶利米书29章第7节 那这里怎么说 这里说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为那城祷告耶和华 因为那城得平安 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那这什么意思 这段经文很有趣 这段经文不是说你为你家求平安 你为你个人求平安 而是说你要为你所住的地方求平安 那住的是什么地方呢 坦白讲住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地方 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一句话说 我使你们被掳去的那个城 所以它有一个背景 就是这一群要跟神求平安的人 他不是在家里面吹冷气 这群跟神求平安的人 他们甚至不是在自己该在的地方 他们不在自己的国家 他们是一群被掳走的人 他们是因为他们过去离弃神 他们过去犯了一些错 而他们正在承担那个错的后果 那这个背景跟今天21世纪的现代人 我们的处境非常相似 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不是你自己选的 并不是你当时跟上帝说 上帝我喜欢21世纪 为什么 因为21世纪那个手机的荧幕很大 因为21世纪上网很方便 因为21世纪有捷运 上帝我跟你讲 我要选 我要选在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刚刚好 环游一圈不会太累 你要环澳洲 你知道我们在澳洲宣教的时候 有台湾的学生很可爱 他们去澳洲读书 他们说我们毕业了 毕业以后我要离开这个国家回台湾了 我要纪念我在澳洲读过书 所以我们要环澳洲一圈 他们花了一个月 就每个城市走啊 哇 披风带月 八千里路云河月 每天在那边开车开车开车 因为土地很大嘛 那你是说 上帝好感谢你 我选台湾选对了 台湾刚刚好 脚踏车还岛 也不过十天就给它解决起来了 我相信没有人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时代 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要出生在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在承担 前人所犯的过犯 为什么今天全球暖化 为什么今天全球天气变化 不是我害的吧 总不能因为说 我只不过夏天有热开个冷气 然后就说天上那个洞是我弄的 不是这样 我们都在承担 我们承担历史的好 我们也在承担历史的不好 我们承担过去人 为我们留下来的福分 我们也承担过去的人 为我们留下来的祸患 以色列人也是 这群被掳的人 他们也承担了他们的文化 他们过去 上帝拣选他们 拣选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上帝本来的目的是要赐福给他们的 但是他们渐渐的挪移帐篷 他们渐渐的偏离 偏离到后来 如果有人说我们要回去当年的单纯 我们回到启示录说的起初的爱心 我们可不可以回到那个亚伯拉罕 起初蒙招的那个单纯的点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回不去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一整个礼拜要为好多的事情祷告 坦白说很多祷告的事项 我们都有一个感觉 回不去了 你说赶快祷告上帝 天空那个洞补起来 我不知道上帝要不要补 但是地上有个洞更大 婚姻的洞 性别男跟女 性别错乱的这一个洞 社会上充满了暴力 贫富不均 随便一讲就是一大堆的问题 请问 回得去吗 回不去了 真的回不去了 中年朋友 你想说我想回到以前 我父母 回到我小的时候 那种淳朴 回得去吗 你回不去了 你回得去以前 把窗户拉开说隔壁 跟你借把冲 你回得去吗 你回不去了 你回得去以前 到那个干嘛点 到杂货店 然后给他两毛钱 抽一个东西 然后抽一个小玩具 你就很高兴 你回得去吗 回不去了 所以很多我们心里面 那个理想的平安 不见了 那个完美的平安 不见了 我们多么希望 人与人之间 没有战争 人与人之间 没有欺骗 我们多么希望 只要有人按铃 我就可以放胆开门 我多么希望 我的孩子 他说要去买东西 我都不用跟着他去 然后他出去 一定会平安回来 我们好想好想 回到以前 我们所熟悉的 曾经有过的 某一种平安 但是回不去了 今天这段 经文告诉我们 你知道怎么祷告 神说 就算你们是被掳去 就算你们是 遭到驰鱼之殃 就算今天 所有的东西 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 很无辜 又觉得很无奈 但上帝透过耶利米 告诉他们一句 非常重要的 勉励的话 神说 你无论到哪里 你都要干什么 求平安 为什么 坦白讲 自古以来 这个世界 也就没有平安过 从伊甸园开始 很快就没有平安了 所以我们只是 比较觉得 好像想象中 以前比较平安 现在比较恐怖 现在的人 好像比较坏心 你没有对他怎么样 但是可能他就伤害你 你不认识他 他竟然会骗你的钱 哇 觉得好可怕 但其实 古老的人 古代的人 他们就没有可怕的事吗 还是有 每一个时代 都有那个时代 可怕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经文 很重要 当我们等一下 要为全球 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一件事 这个世界 自从犯了罪以后 就没有真正平安过 所以耶稣来 就告诉我们 真平安 只有在哪里 只有在基督里 只有在基督里 只有在主的里面 你不要想说 我搬到一个地方 比较平安 没有这种地方 如果有这种地方 大家去 他就不平安了 所以 不要再去想 某一个地方 会比较平安 你也不要想 我比较有钱 就会比较平安 你也不要想 我长得漂亮一点 就会比较平安 现在这个年代 有的时候 长得不漂亮 还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 什么是平安 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些 真平安 耶稣早就说了 真平安 是世界不能夺去的 因为当你的眼光 放在我的平安之前 钱会被夺走 你的平安 放在一个位置 放在一个权力 放在一个职称 那个东西 会被人夺去的 耶稣说 真平安 是不能夺去的 真平安哪来的 求来的 求来的 你无论走到哪里 你要为那个城 求平安 就算这个城 其实你讨厌它 你是五花大绑 绑去的 我本来就不想去 但是你既然去了 既来之 则安之 所以你要不要 为你所在的公司 求平安 你要不要为你的儿女 每天出入求平安 要 要不要我们的 我们的长辈在家里 不出门也要平安 因为在浴室也会跌倒 所以你知道吗 平安平安是 每一天我们都要求的事情 每一天都要跟神求平安 因为这是圣经说的 说你们要求平安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 同样耶利品书29章 第十节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 七十年买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人回此地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所以什么是平安 平安就是 当你人在困难当中 当你人在不安当中 当你人在恐惧当中 但是有了指望 你就有平安了 所以小朋友有的时候会晕车 晕车小朋友一定会问一句话 爸爸还有多久了 到底要到了没有了 当你离目的地很近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说 再一分钟 你知道当你跟他说 再一分钟的时候 他的那个痛苦 虽然一分钟之后才会解除 但是当你告诉他 再一分钟以后 他的痛苦已经开始解除了 因为他得到一个东西 叫做指望 但这招不能常常用 每次都说快到了快到了 一个小时以后 还在说快到了 那你就伤害他 你让他的指望落空 他就觉得你们大人讲话 都不可靠 所以如果真的一个 有指望的人 当他有指望的时候 他就会胜过环境的困难 当他有指望的时候 他就能够忍耐环境当中的不完美 忍耐那个现在令他很难受的事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我要帮助一个人 我就让他解脱 不用继续停留在这里 这个当然很好 但有些地方不能解脱 怎么办 神说你祷告 我使你有指望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我们的祷告是 问题能解决最好 但即使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我们应着祷告 我们就活在神的同在 活在神所持的平安 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指望的人 所以最后这段经文说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耶和华说 我必被你们寻见 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将你们从各国中 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 招聚来 又将你们带回 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说的 也就是说上帝说 你放心 我负全责 当时把你们赶出去的 也是我 以后把你们带回来的 也是我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求平安 因为 谁派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把你放在一个 你觉得很糟糕的环境 那是上帝 是上帝 所以谁能够救你 脱离这个患难呢 也只有上帝 那怎么办 上帝说 怎么办 就是呼求我 你们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找我 就让你们寻见 你寻找很多东西 不见得可以找得到 你找爱情 都不见得找得到 你找财富 也不见得找得到 但找上帝 一定会找得到 这是上帝的答应 所以我们要祷告什么 我们要祷告平安 我们就按照上帝说的 我说神啊 你说我们要祷告平安 因为这个世界一直不平安 那你又说你要把平安给我 那你又说像你要 那我们就来要 所以当我们底下要一起来祷告 当你像神要的时候 神就会应允我们 我们第一个来为什么祷告呢 我们来为全世界 你知道现在大家最怕的是什么 是瘟疫 人类有史以来就有很多的瘟疫 不断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那瘟疫的原因很复杂 但是多半都是因为我们自己 对土地的伤害 所带来的大自然的一个警讯 就要警告我们不要乱搞 那无论如何 已经瘟疫来的时候 像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从SARS以后 已经很久没有 我们对瘟疫这么紧张 但现在全球各地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很多的地区 他们都在被这些东西威胁 那其实世界各地 都有一些不同的疫情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来祷告 我们说主啊 祢告诉我们说 我们到哪里就要为那里祷告 所以这时候我们请所有的朋友 祢要为祢所在的城市 为祢所在的国家 就来祷告 我们就第一个 同声开口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跟神求平安 主我们要向祢来求平安 主耶稣我们向祢来求平安 主耶稣 祢要在我们的当中来动工 主祢要来带领我们 主耶稣为全球各地 正在瘟疫当中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祢的医治要临到这地 祢的同在要临到这地 主啊 主啊 求祢来帮助我们 主耶稣 主耶稣 祢要在我们的当中来动工 祢说我们向祢求平安 祢要赐平安给我们 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主啊 是得我们同心 为主啊 在这段时间 主啊 很多好像不管是 H7N9或者是各样的疫情 奉耶稣其多的民族 我们求祢的平安临到我们 主啊 祢说我们若按照祢的心意 向祢求平安 神啊 祢就把祢的平安赏赐给 祢儿女们 主啊 让我们不管在任何个地方 我们都拥有祢 主啊 祢的平安的缺具 谢谢耶稣 主啊 我们相信 神啊 透过众儿女们一起的祷告 主啊 这些瘟疫要 奉主的名要止住 主啊 因为这是神祢的 主啊 祢的应许 我们要看见瘟疫要止住 因为祢的儿女就在当中 为这些事情祷告 求祢垂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 那么第二件事情 我们也来为另外一件 除了有天灾之外 有人祸 什么是人祸 就是全球近几年来的 这些恐怖行动 这个是人祸 我们求主自己来恩待我们 我们求主能够 让我们能够人与人之间 以爱彼此来包容 我们呼求主来拦阻 那些恐怖的行动 因为那些恐怖行动的受难者 几乎都是无辜的人 都不是他们自己是加害者 他们都成了戴罪羔羊 所以我们要来祷告 求主拦阻这些恐怖行动 那是不对的 这些行动不会彰显公义的 我们要求主拦阻 我们一起同生来祷告 主我们要求主来拦阻 主我们求祢来拦阻 这个世界很多的恐怖的行动 主主耶稣 主耶稣 祢要向我们的爱情来动用 主啊 主啊 你拦阻人 主啊 主啊 主你拦阻人 用你自己的方式在报复 用自己的方式在破坏 主耶稣 求你自己要在我们的当中 你要来动用破坏 主你要来扶持我们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 主啊 我们把那个许多地方 正受到恐怖攻击的 我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上 主啊 求你叫那所有隐儿未现的计划 被曝光出来 主啊 被破坏 主啊 主我们更是要向你祷告 主啊 求你让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恨 能够被你的爱来替代 主我们呼求你 为我们的城市 为许多遭受这恐怖的威胁的地方 主要求你的爱来充满 主要求你兴起那地的基督徒 为自己所居的地方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接下来就是为着 在各地有很多的地震 很多的这些灾难 来祷告很多的意外 我们求主来安慰那些受害的家庭 安慰那些还活着的人 也求主医治他们 我们求神来赦免医治这地 因为我们真的承认 我们犯了很多的错得罪神 所以求主赦免 也求主让那个认罪悔改 遍满各地 以至于这些地震这些灾难 能够来减轻 我们一起同生来祷告 主啊 主我们要求主你来俊备 我们为着所有受灾的这些家庭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主啊 我献上我的祷告 主啊 在这个全球有非常多的灾难 有海啸 有森林的大火 有甚至地震 主啊 有好多好多的人 因此受到 有大自然的威胁 主啊 求主你就是安慰他们 安慰他们 那受逼迫的心 安慰他们那些受伤的心 主啊 因为这是他们不愿意的 但愿求神啊 你重新的调整我们 调整 再调整 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为这个世界来祷告 为这个世界来祷告 为这些受逼迫的人来祷告 主啊 愿求神啊 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支柱 主啊 我们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虽不能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愿意 献上我们自己祷告 让我们能够成为 他们的帮助 扶持他们 用祷告来扶持他们 谢谢你主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平安 但我们就是要呼求 因为平安从你来 所以主 当我们在唱这个诗歌 说你是平安的时候 求你圣灵就运行在一切 忧伤软弱 那些需要的人的生命中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江县 江县J Forever 谢谢你 应祂孤isten咨 应祂孤年 祝福二輪 周世平安 祝福二輪 将永远写给祂 因祂福年底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